北灣Glas山火 今天焚燒面積突破6萬英畝 受控程度只有6% 昨晚火勢差點越過29號公路 借給卡里斯托加市 焚毀當地最少一家民居 吳宇斌報導 Glas山火牧場已焚毀最少220棟民居 合共接近600棟建築被燒毀 昨晚消防員通宵與火勢搏鬥 將火勢控制在卡里斯托加市外 今天下午強風吹襲北灣山區 加上風向多變 導致山火破構工作變得困難 加州消防局CALFIRE的氣象學家表示 一直到今晚火勢將會繼續是接近危險的程度 但星期日天氣會有所改善 會降溫和濕度增加 相信有利破構工作 今天下午 當局對Sanoma縣的Santa Rosa 大部分地區的撤離令 蝦條之撤離警告 居民可以回家 但呼籲居民留意社交平台上有關山火 TG&E電力供應等最新情況 加州公路巡警CHP發出警告 民眾在今個週末切勿進入北灣Napa 和Sanoma兩個縣 26台記者 吳宇彭報道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睇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.ktsf.com收睇